开讲之前呢,我想先发发牢骚啊 因为我之前发了一个高段位海王的故事嘛 那个故事好像还有挺多人看的 哦,看评论区啊 当然大部分都是正常人 但是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右边受害者有罪论 一堆在那里吐槽我们的女主活该啊 她也有问题啊 甚至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 不知道从哪里得出来的决论 说人家从小受着原生家庭的迫害 你们这些人都站在上帝的视角 当然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 我想说你们在生活中100%是当局者亲吗 谁没有经历过一两个渣男 谁没有在感情中受过伤 骗人的那个人没有错 受害者反正要被吐槽 你为什么那么傻 要被他欺骗 你这就是活该 你们都那么能干 干嘛不去写学术论文呀 在这里听我讲故事干嘛 不是浪费时间吗 大家都知道我对我身边的人是非常有保护欲的 每一次我讲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 我都会警告大家不要留恶意的留言 对给我投稿的粉丝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 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 他们跟我还不一样 他们没有经历过赤裸裸的接受网友评判的经历 如果你们说我的话 我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已经有一些麻木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劝大家善良 不要对给我投稿的网友们 恶言向向 恶意揣测 今天这个故事的女种人公也一样 她真的是彻彻底底的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善良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她伤口上撒烟 我就这么一点要求 能不能做到 如果你没有好话讲的话 那就不要说话 没人帮你当哑巴 哈喽大家好 我是琳达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又是一位粉丝的投稿 因为最近给我投稿的粉丝还蛮多的 所以呢 我真的是很想尽快的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我刚刚出去旅行了半个月 去参加我老公弟弟婚礼 所以呢 完全没有时间做视频 所以今天呢 刚好有一点时间 我就想赶快把这个故事录出来 因为它也是 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的一个故事吧 之前我讲过两个海王的故事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 可以回去温习一下 但是今天这个虽然不是海王类的渣男 但是却比前两个都要可怕 如果说第一个吐蕃鼠的故事是一部悬疑剧 第二个太阳哥的故事是一部偶像剧的话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一部恐怖片 OK 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呢 我也想把它讲出来 嗯 还是那句话 在娱乐大家的同时呢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借鉴吧 今天的这个故事呢 我给它起名叫 软软和霸王的故事 软软在一开始呢 也写了一段话 我想照着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 我的经历想告诉大家 千万别被网络上的霸总小说 和完美人设迷了眼 不管它多好 多优秀 多有钱 多帅 都不是侵犯你的理由 如果你受到了侵犯 一定要报警 不要像我当初一样软弱 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还有 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强迫你发生关系 不会折磨你 让你害怕 更不会威胁你家人的安全 不会对你百般纠缠 真正爱你的人 是不舍得让你受伤的 还有就是 永远不要 三观跟着五观走 永远都不要 OK 有了这一段潜奏呢 我想大家已经能 get到这个故事的走向了 如果大家比较胆小 或者有类似的经历 这样的故事容易让你受到刺激 那你可以马上把这个视频关掉 如果大家胆子够大呢 那就跟着我一起往下听吧 不然而说 在没有认识霸王之前呢 他总是特别爱看霸总类的小说 总是幻想自己是里面的女主 但现实真的一点都不美好 甚至让他恶心 恶心到想吐 没有什么深情的男二会拯救你 现实其实就是人为刀足 我为鱼肉 你真的现在里面呢 才知道什么叫无助 软软跟霸王认识呢 是经过朋友介绍的 当时软软并不知道霸王的家庭条件 甚至是那个介绍人的朋友都不知道 那个朋友只是说 他家都在外地 如果以后真的要走到婚姻内部的时候 那个朋友可以帮他谈条件什么的 当时软软因为一些事情 本身心情非常沮丧 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 他这个人本身就很悲观 所以之前他的朋友 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 都没有一个合适的 所以这次他本来是不想去的 但是后面呢还是去了 结果就像张雨琪说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样凑凑合合 糊里糊涂的就在一起了 当时他也没有问他太多的问题 家庭背景啊什么的 当时他觉得刚刚开始交往 问这么多也不太好 所以就这么有一大名一家的处诊 后来软软就发现霸王的控制欲 占有欲非常强 他手机里面的男性全部都删掉 上班的同事也给删掉了 甚至连软软的爸爸都给删掉了 哇真的是好变态 我记得那个时候 精神暴力男也有一点类似 他当时甚至禁止我跟我弟联系 就是我舅舅的孩子 我的亲表弟 他非说我弟喜欢我 然后不许我跟他来往 多变态啊你说这种人 但因为霸王呢 无时无刻都要知道 软软在哪里干什么 如果他打电话软软不接 他就会疯狂的打电话 夺命连环靠 而且呢 还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非常让人害怕 软软当然是刻意远离他 他语渐渐疏远 他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是他想的太天真了 当时软软是有晚班的 也不知道霸王发了什么疯 就天天去接他 而且特别喜欢在人前 摆出一幅深情的人设 就是你上着上着班 突然会收到鲜花 各种大小节日 都会送你花和礼物 从来都不会落下 会给软软和他的同事 送工作餐啊 时不时的跑到软软工作的地方 说这是我女朋友 请大家多多关照之类的 所以软软的同事呢 都非常喜欢他 没事就跟软软说 哎呀你看他对你多好啊 之类的话 说不知软软那个时候 就已经想要摆脱他了 有一天呢 软软下班 他照例来接他 但是呢 没有把他送回家 直接把他带去了KTV 当时软软不太想去 但是霸王就硬把他拽进包厢里 当时那个包厢里呢 好多人 就那种乱七八糟 乌烟脏气的 然后软软呢 就坐在一堆人里面 面无表情 他就拿出来手机 想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结果呢 手机刚拿出来 就被人抽走了 他也没看清楚 是谁拿了他的手机 总之呢 霸王就硬要让他喝酒 他就不喝 然后就像电视剧里一样 霸王就硬要给他灌酒 然后呢 他非不喝 那时候脾气也上来了 啪就把酒瓶打翻了 包厢里顿时就安静了 当时霸王一句话都没说 软软就拿起包来就走 幸亏霸王也没有出来追他 但是我想那个手机是丢了吗 还是后来又拿回来了 他也没有写清楚 希望后来是拿回来了吧 这件事之后呢 软软就提出来分手 但是呢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霸王知道他工作单位在哪 也知道他家住在哪 但是软软特别怕 家里面的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最恐怖的是 他睡觉睡到一半 就迷迷糊糊的感觉 有人在沙发上看着他 他说就像掌中之物里面的 故事情节一样 女主睡觉睡到一半 就觉得家里面有人 当时他看到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 感觉特别有共鸣 当时他就特别害怕 大气也不敢出 躺在被子里一动也不敢动 后来还是鼓起勇气 嘟嘟嘟嘟的把灯打开一看 果然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盯着他看 哇真的是 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软软都不知道霸王是怎么进来他家的 就特别恐怖 后来因为软软工作的原因 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 有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 一开灯就看见霸王站在窗户那看着他 软软发现他真的怎么摆脱都摆脱不了他 无论软软走到哪 霸王都能找到他 软软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和他纠缠 霸王就说 嗯可能是缘分吧 然后软软问他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霸王也是很轻描淡写的说 嗯可能也是缘分吧 后来软软才知道 他们家的势力在那个城市有多大 想找个人那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后来软软说他就真的没办法了 只能很没出息的妥协了 他发现这个人如果不发疯的话 还算是个正常人 但是一旦发起疯来 那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所以软软只能找机会跟他了断 软软说知道他还有别人 但是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心里想的只是怎么能摆脱这个人 但是呢他说他脑子又笨 一迟半会儿还想不到 摆脱他的好方法 后来软软悲催的发现他怀孕了 他说真的是太狗血了 他自己都觉得狗血 当时他整个人都懵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霸王竟然抱着他说 要把孩子生下来 软软就坚决不同意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在这个城市 突然就生个孩子回去 我要怎么跟家人交代 软软说这个时候 他感觉霸王有点动摇了 就趁机让霸王放他回家 他要回去跟家人商量 但是霸王没有放他回去 他也就只能这么熬着 在那期间软软被迫搬去了 霸王在那个城市的房子 软软说他以前特别喜欢挨着水的房子 但是真住进去了 他特别想逃 他那个时候每天心情就很差 遇到这种事 心情能好的才怪呢 那个时候他整个人状态就很差 夜班也不能上了 然后有一天他就在想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才能彻底摆脱他 然后他抱着这个想法就自杀了 谢天谢地呢 没有自杀成功 而且很神奇的是 孩子也没有掉 他就每天处在急剧的恐惧当中 每天以泪洗面 特别害怕 害怕一切事物 害怕开门的声音 害怕脚步声 怕黑 每天都跟惊弓之鸟一样 可能是因为每天他极度抑郁的缘故 所以孩子最后还是没保住 本来软软以为霸王又要发疯 没想到的是 他好像还挺伤心 但是当时软软内心毫无波澜 他说他当时已经不知道要不要伤心了 他内心已经麻木了 当时真的是崩溃到了极点 他说如果当时再出什么事 他可能真的就彻底崩溃了 后来软软实在扛不住了 终于跟家里面人摊了牌 他以为家里人会责备他 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说 可能也是看着软软情绪很不稳定 所以当时家里人就找了一些人去跟霸王交涉 最后经过了一些事情 霸王终于放手了 软软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里 这个细节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也不想再问了 因为我知道每一次问他 一些细节的时候 都是在重新接他的一次伤疤 大家就只要听个大概齐就好了 通常我的故事 我是喜欢讲得越细节越好 但是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大家只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引以为戒 就算这个故事达到了他的目的 软软说给他介绍霸王的那个朋友 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家人曾经跟他说过 你应该告诉他 让他知道你遭的罪 但是软软到现在都没有跟他说 因为他已经不想去提了 提了也毫无意义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 就是真的不愿意再接一次自己的伤疤 因为你跟他说了以后 他肯定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不是出于八卦吧 就是想了解情况 也会可能问你一些细节的东西啊 那软软可能真的就不愿意想起这些往事 软软说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怂的人 他在少年时期曾经遭受过校园暴力 但是呢也不敢跟家里人说 他曾经一度非常讨厌上学 但还是咬着牙把该读的书读完了 当时他甚至有想过给市长写信 现在想想他觉得真的是很傻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给市长写了信 说不定对他有帮助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傻的想法 当然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跟家人沟通 我觉得家人永远是你的保护伞 永远是你的后盾 他们永远都会尽量去保护你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类似校园暴力啊 或者是这种事的时候 千万不要不好意思跟家人说 我觉得家人会责备你啊什么的 其实不会的 家人总是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一定要多跟家人商量 后来软软摆脱了初中的阴影 到了高中 虽然到了高中 但是他还是谨小顺辈的生活着 直到遇到了他的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就像他生活里的一束光 后来软软的妈妈都跟他说 因为认识了这个朋友 软软变得开朗了许多 我希望大家的生活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或者是你会作为这个朋友 照亮别人的生活 我就希望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的朋友可以因为我的缘故 生命里多了很多乐趣 我也希望大家因为看了我的视频的缘故 生命里也可以多一些乐趣吧 这也是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 虽然我没有很大的能量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想用我自己微博的力量 去给别人带来快乐吧 后来软软上班了 就遇到了霸王 忽然有一瞬间他觉得仿佛又回到了初中 又要过着把牙打碎了 往肚子烈焰的生活 他当时就很迷茫 很害怕 于是就跟初中时候一样选择了承诺 后来他经常上网啊 看一些别人的故事啊 例子啊 他才知道他当初多么大错特错 所以我觉得他给我投稿这个故事 也是想万一能够帮助到 现在看视频的一些人 也算达到他的目的了 当然说他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 霸王到底屠杀什么 要这么的跟他纠缠在一起 他倒也不是渣 但就是彻彻底底的变态 他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提醒更多的女生 恋爱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打着爱的名誉去伤害你 他说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但是呢 最后还是有个happy ending的 就是他现在说他过得非常好 也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也算是风雨过后见彩虹了吧 我把他最后写给我的一段话读给大家 他说通过这件事 我感觉不要去想着去救赎一个不可能被救赎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平凡的大多数 我们没有女主的光环 生活也不是网络爽文 我觉得网络爽文真的害人呀 因为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就像我在视频一开始说的 我希望大家都善良一点 不要去攻击故事里的女主 因为她是一个受害者 不管你觉得她怎么软弱 不管你觉得她当时应该怎么怎么做 因为这件事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你没有任何资格评价 她当时做的是如何错误 受害并不是她的错 希望所有的女生都可以引以为戒 也很感谢她的投稿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故事想讲出来的话 也欢迎给我投稿 很多人都问我说怎么投稿 在我的视频下面 有我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账号 只要可以私信我的地方 Instagram 微博 email都可以 有的人是用Google Drive传给我的 有些人就直接在她的备忘录里 写一篇文章截图给我 都可以 总之呢 如果你有想讲的故事 都可以投稿给我 在我这里是完全judgment free OK 好 那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视频 希望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收藏 关注就可以收到更多有趣的故事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